爱中牧养 神的大爱真是丰富 真是无法测量 而世上只有母爱最接近神的爱 神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亲人身上领受她的爱 才将母亲赐给了我们 所以伟大的母爱乃是神所赐 为要使我们通过领受母亲的爱 进而认识神的爱 才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 真言三十一章十字十二节 每日金句 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顺从你们的父母 因为这是正当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亨通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代应许的诫命 以福所书六章一至三节 今天神说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真言二十三篇二十五节 金玉良言 做儿女的要凡事顺从父母 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 怎么回来 又不是人家客人 你们俩有约别啊 温重的 看下宝宝那 麻烦了